最漫长的一日 最温暖的陪伴 每日与主同行 扎寻一生信仰的根基 伴你成长 我是阿清 《利未记》二十六章 十四至十八节 二十一节 二十三至二十四节 二十七至二十八节 四十四节 然而 你们如果不听从我 不遵从这所有的戒命 或拒绝我的法令 藐视我的规条 不遵从我的戒命 以至破坏了我与你们所立的药 我就会惩罚你们 我要使惊恐突然降到你们身上 恶疾和热病使你们眼睛分化 生命衰竭 你们播种却不得收成 因为敌人要吃掉你们收获的 我要向你们翻脸 使你们败在敌人手下 那憎恨你们的 将会管核你们 甚至在无人追赶时 你们还要逃命 经过这一切之后 如果你们仍不信服我 我就要为你们的罪 加重七倍 惩罚你们 如果你们仍然跟我作对 拒绝信服我 我就要为你们的罪 把加重七倍的灾祸 降在你们身上 如果你们还不接受教训 继续跟我作对 我也要跟你们作对 为你们的罪 加重七倍的灾难 亲自攻击你们 经过这一切之后 如果你们仍拒绝听从我 还是跟我的对 我就要大发烈怒 要为你们的罪 加重七倍 亲自惩罚你们 尽管如此 当他们被放逐到敌人的土地上时 我不会完全拒绝他们 藐视他们 我也不会将我与他们所立的药 一笔勾销 把他们完全消灭 因为我是上主他们的上帝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主题是 灾难的目的 上帝四次提到要加重七倍 惩罚他们 读这段经文 看到灾祸好像没有尽头 上帝也好像很残忍 这一连串的灾祸 到底有什么目的呢 在第四十节之后 上帝指出 如果以色列文肯认罪 他就一定会纪念他 和列祖所立的药 不会完全拒绝这些子文 原来 上帝降灾的目的 是让以色列人回转 让他们听上帝的话 因为上帝曾经和子民立药 他用尽一切方法 为的是和子民重新建立关系 身边有不少基督徒 从小在基督教学校读书 也曾经决志相信耶稣 长大之后 却因为种种缘故 离开了教会 你如果问 他们什么时候回转呢? 十之八九 都是因为生命遇上难题 其中一个 忘了上帝要求他要诚实 在工作上犯了罪 另一个 忘了婚姻要伪身 发展了一段 使自己受尽创伤的婚外情 他们回转之后 并不认为上帝要用困境赶绝他们 反而认为灾祸是上帝提醒他们回转的警号 可能某一天我们都会选择不听上帝的话 我们都会忘记了自己曾经是上帝的子民 但是当遇上一连串似乎从上帝而来的灾祸的时候 要知道上帝并不是要弃绝你 上帝的用意是要你回到他身边 重新建立彼此之间的恩药 在款难当中 我们懂得承认这些是上帝的提醒吗? 多谢你收听由和谐频道制作的每日与主同行 材料节六字汉语圣经协会出版的天天亲近主 欢迎你在我们Facebook留下你的足迹 明天见,拜拜!